想體驗歐洲童話故事範圍 免出國這裡就有 密白色的牆 橢圓木門 紅磚瓦尖頭屋頂 整棟建築彷彿童話裡的城堡 在假以東石鄉間小路裡 走進這間城堡 原來是異國料理餐廳 它這邊的建築非常的特別 就是像那個歐洲的城堡 然後也有一些就是步道啊 那個步道的磚頭啊 都是那個老闆娘 那親手這樣一片一片放上去的 歐洲氛圍搭上美味餐點 客人超享受 還能一秒到泰國 整棟都是藍色的五層樓建築 佇立在嘉義市區相當搶眼 走進裡面布置超用心 古董藝術呈現 讓每個角落都是網美拍照最愛 它的那個裝潢還有人事 都滿像去泰國玩 就是滿浮誇那種燈啊 還有紅花草草的 滿多角落都很適合拍照 餐點也是引進道地的泰式料理 讓客人在古董和花草間 同時品嘗到精緻創意料理 也能省下機票錢 就能置身在異國旅行的想像 至少侯國文 嘉義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